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月华公布王一博名誉维权案件进展,晒被告手写道歉信,称仍有其他维权案件正进行。 20日,月华出来帮王一博澄清了一系列谣言,有关王一博的谣言,大家可能最近也听到了,无非就是恒电某男演员的HIV,有人将这个瓜嫁接到了王一博的身上。 事实上明眼人都知道,这个事情和王一博没有关系,首先以王一博的身份根本不可能到公立医院去看性病,其次,现在的明星对自己的身体保护的都非常好,压根不可能让这种病毒有可乘之机。 王一博这个谣言就是他的对家制作出来抹黑他的,数前两天就说过了,王一博最近在家里抠脚,对于他个人而言,这种处境风险重重,因为总有人想要在他的空荡期制造出一些东西,彻底把他踩下去。 岳华公布王一博名誉维权案件进展,晒被告手写道歉信,称仍有其他维权案件正进行。 岳华娱乐微博发布关于王一博名誉维权案件进展的说明,并晒出被告的手写致歉信。 岳华发布关于王一博名誉维权案件进展的说明。 手写信中,被告对此前其用账号新新在微信群里发布的不实,诽谤言论道歉。 维权案件进展说明中还称,除该维权事件外,王一博仍有其他维权案件正在进行。 九派新闻梳理王一博名誉维权相关事件发现,1月15日,岳华娱乐微博发布了王一博已启动的部分名誉维权案件进展情况。 1月16日,岳华股价暴跌近80%,创上市以来新低。 不少网友猜测或与王一博有关。 公开资料显示,岳华娱乐的历史可追溯至2009年7月。 按2020年的艺人管理收入计算,它是国内目前最大的艺人管理公司, 主要业务包括艺人管理、音乐IP制作及运营、泛娱乐业务。 岳华娱乐旗下有包括王一博、朱正廷、范诚诚、黄明浩、程霄、吴轩怡在内的69名签约艺人。 其招股书显示,2019年至2021年以及2022年前9个月, 前10名艺人总收入分别占相关期间总收入74.8%,83.0%,85.6%及87.2%。 其中,王一博分别占同期总收入的16.8%,36.7%,49.5%及58.8%。 艺人便贡献了岳华娱乐近六成总收入。 因此,不少人戏称岳华娱乐为王一博概念股。 2023年1月19日,岳华娱乐在港挂牌上市当天, 创始人杜华、艺人王一博、韩庚等人现场敲锣。 据其查查显示,截至目前,王一博共关联四家企业。 除了尤其独资的上海一博文化传媒工作室以外, 王一博分别在海南博远文化科技有限公司, 河南地平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, 天津地平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三家公司中担任监事, 持股比例在60%至70%不等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